女孩想告別吳吳聲 抖音平台討論夯 肚臍紋身貼一貼上去 遠看跟真的一樣 第一次看到這個 但是應該會想要試試看 因為上面這邊會比較瘦 我覺得很酷 近看的話 應該會覺得怪怪 遠看應該不太會發現吧 應該會想要嘗試看看 它是一個還不錯的發明 審美觀會一直變 所以這種東西應該 對大家來講 都是滿欣喜有趣的 買來肚臍紋身貼 找來網紅白白實測效果 首先把假肚臍貼在衣服 跟牛仔褲中間的皮膚上 兩者對比一看 左側露出假肚臍的身形比例 視覺上腿長直接多20公分 相比右側肚臍被褲子擋住 看不見比例相對沒那麼好 覺得超有趣的 而且真的滿像的 其實遠看看不太出來 還是假的 我覺得對就是 如果身材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可以把肚臍往上移 拍照上會有一定的幫助 女生自拍想要漂漂亮亮 除了靠外在助力外 擺POSE也有學問 拍照的時候啊 這個身體一定要保住 你的腳要輕微的抬起來 才會顯得腿 小腿很直很細 坐著拍腿肉容易溢出 全身出力hold住 腿看起來變細長 如果不出力整個放鬆 小腿肉會被擠出來 像我自己平常拍照的時候 我習慣把手位置往上擺 這樣子就會讓別人覺得說 你的肚臍在這裡 那你的腿的比例就會拉長 網紅白白還透露 站著拍的訣竅 把手插在比肚臍高的地方 同樣能發揮效果 靠輔助靠技巧 人人右邊在下面 換上御衣綁上腰帶 日系換裝大功告全 搭配無期台中文化出張所 日式場景 當然得拍網美照 但該怎麼拍 才能讓美貌最大化 工作人員提醒 光線相當重要 我們現在下午2點到4點 剛好是我們園區裡面 光線最好 就是取景最好的時候 通常都會建議說 你平日假日 如果你是有預約的話 那就是調下午2點到4點 但拍攝角度也是重中之重 過度仰拍或是輔拍 都可能會拍出NG照 有算氣氛聲全聲 然後特寫 竟然沒有5分 有那種55聲的感覺 就從腰部直接砍掉 如果被拍攝者不習慣 面對鏡頭表情尷尬 也有解邦 可能會先讓他一開始 先看別的地方 比如說看地板 或者是看天空 或是直接頭抬高 閉眼睛側面的照片 就是讓他有一種散步的感覺 讓他放輕鬆 通通的感覺就像 比如說頭痛 痛額頭 或者是臉頰 手勢會比較柔和一點 而來到彰化陸港老街 則可以拍攝民國風旗袍寫針 但老闆娘提醒 變身旗袍美人前 顧客也得注意自身著裝 他必須要先穿開扣式的衣服 這樣子比較好穿脫 不會把他的造型弄亂 我會希望他們自己戴上 他們的鞋子 找一些包鞋類 肩頭的鞋子 看起來比較優雅一點 搭配盤髮造型 韻味十足 拍攝角度同樣很重要 我們可能就是 為了想要把他的腿拍得很長 我們可能就是第一角度